我怎么看着感觉有个人眼熟 我说你怎么还把笑子出来呢 我就是这样 明月你愁不愁人你也有责任 你看看你好贵的你弄的事 我波档带着这个项链 我刚刚在工作的时候 他直接从我波档拆掉 完了以后我工作好了以后 我拆成这样子 谁拆了 月月说他姐姐拆的 姐姐说的是月月拆的 两个人都不愁人 姐姐姐也想得到 你再把它弄坏了 他俩拆了为什么 你拿给我干什么 上凉不准下凉卖 都是你给他拿带坏的呀 你呸呀 我就纳热了 你找个老心要破坏的东西了 姐姐你这样的角度要跟他说实话 我这才知道这个东西坏了 为什么都不跟我讲 我刚刚的话从我波档开架拿走 我就非你我说我波档的东西呢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你怎么样 我上次那个化妆品灌的水 是不是也是你弄 是不是 不是 我不信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为什么每一次 我玩的都没你多 我去拿主要责任 我想问一下这瓶化妆水 是谁给我灌的水 这不是我灌的 我今天没问题就玩装品了 那就是你灌的 那就是你灌的 家里有小孩这些事情都是重上的 知道吧 有什么重上 它都是被你灌的 就是被你给灌的 摔坡了呀 那都是水了 摔坡了 我无所谓呀 是啊 是吗 我怎么看着感觉就跟你说 我说你灌的 我还都要笑的出来呢 我真的笑 明思月你仇不成任 你也有责任 干嘛 我我费你 你妹妹她仇人到底不费 你仇不成任 你也有责任 我跟你讲 你俩要个主动重担任务 然后这个事情我就算你过了 如果说你俩相互推荐责任 就你俩相互重担责任 我这个项目多少钱买呢 然后你俩平均分我 多少钱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你先说多少钱 多少钱 那我能说吗 多吗 说吗 多少钱 多少钱是不重要 多少钱你说嘛 真 我知道话 妈妈这样子表情肯定那边很便宜 嗯 有道理 多少钱你说嘛 多少钱 就百来块钱 百十来块钱 嗯 那就这样子 嗯 他们俩一人三十 嗯 你赔四十 不要 凭什么不要 爸爸没干 我每次说这你俩 有道理 你俩不是宠担责任 你爸就在旁边跟你俩说好话 那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问题 给你俩惯种这个脑病呢 那他不要扶一半的责任 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我该不录了 我感觉没人要打我 我赶紧走吧 这个时间交给他们三个人去解决吧 这个时间交给他们三个人去解决了 就你是罪魁祸仇 你看你也走 好了知道了 你躲过这些就行了 哎 哎 哎 你先打开 我给他 我打开我跟你讲 你今天手下来就做 你先打开 我打我 我打我 我打你 不是 你是有毛病吗 你要亲爱揍是什么原因 他们在家都乱丢垃圾爱揍的 你在这里扭曲什么事是 你为什么老喜欢黑化我 我不知道 现在你脸大还是什么的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 刚刚以为校面事情打大 你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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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你以为自己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好的 哎呦 老天爷 你放过我去没有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好不好 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再出去调调一件 你出去 我 哎呦 我吵也不能碰 你弄妈妈 你怎么还帮妈妈呀 我都发现你这个小家伙 就是 你妈妈 女孩很弱小 女孩很弱小 但是男孩很 很激烈 女孩很小大 但是女孩很弱小呀 哎呦 我的妈 知道没有 离我们家月夜都懂得道理 好好好好 我知道我错了 月夜你承不承认是你的主要责任 承认 我跟她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从我脖子摘下来 哎呦 多大点事啊 老师在这里说 这是事的问题 好了 原则性的问题 好了 我求求你你出去吧 这个问题 我想要告诉她是用坏别的东西是要赔偿的 好 现在是在家里面 如果说你在外面的话 那别人是必须要费的 我得告诉我这个道理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扭曲这个三观呢 现在就是你的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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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星月你别说 你今天手表考了83分 我还没找你教训呢 好了 你就在这里面待吧 我走吧 我 我要在这边拍了 苗星月你别说 你今天手表考了83分 我还没找你教训呢 妈妈呢 妈妈呢 我知道 妈妈的星月都没教我 你把50块钱拿50分钱赔给她吗 你们俩一人一半 不就100块钱吗 不需要她 为什么不需要她了 为什么不需要她了 我已经去付了 你全付了 100块 嗯 哦 为什么全套了 那你不用付了 100块妹妹全套了 好了 下次不要拿你妈妈项链了 人家月全部把钱给付了 好了吧 好 好